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200C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铜金属的铜 Copram Metallicum 和这个疗剂的精髓 就是抽筋 cramping 抽筋抽筋 这个疗剂会制造很多抽筋 静联 抽缩 直到全身性的静联 这种抽缩通常从小肌肉开始 慢慢地扩散到大的肌肉 最后已经变成一个全面性的静联 如果你们见过一些颠间的病人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他的静联 由手指和脚趾开始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症状 首先手指和脚趾是抽筋 接着去到大指帽 去到手 接着整个手指就是锁了在这里 就是关了在这里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小肌肉的静联 他的脚趾向后弯 他就在这里拼来拼去 接着面开始变蓝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同静联的症状 另外一个字就是静联 除了cramping抽筋 另外一个就是spasmodic 静联 静联性的咳 静联性的烤喘 大肠静联 脚步的静联一直去到所谓癫间 最主要是手指是第一个受影响的 你会看到他的手指是关闭了 锁住了在这里 慢慢地变为全身性的静联 可以这么说 这个字静联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字眼是形容这个疗剂的 抽筋、静联 可能是因为在脑膜炎 可能是霍乱之下出现 或者可能是白日咳 或者是严重的静联性的哮喘 当你看到一些很严重的静联 什么病都好 你出现这种静联 这个现象 你就可以想到 想到那个疼这个疗剂 手指就会轮连 慢慢轮连 轮连 轮连 然后 脚趾轮连 通常 通常经过这些全身性的静联之后 这个病人当然好像半死一样 或者没有知觉 一个分岁的状态 也可能在静联的时候 他们会大声尖叫 然后就会轮连 手指就会轮连 指指帽 是收紧了 这种这样的静联 可能会大声叫 然后就跌倒 静联通常就比较难医的 因为我们经验 大部分的静联的病人 都在吃西药 有时就变成困难了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那些 癫痫 是因为身体有些疹 被打压了 被抑制了 尤其是头部 有时候有些生肯仔有些头泥 小时候 他们就是去去去去查这些药膏 是打压了 抑制了之后 那出现老代的毛病 和那个静联这个问题 那除了 和这个 和金属和这个疗膝 另外一个就是 新 SYN SYNMETALICUM 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是处理一些 因为身体的皮肤外疹 是被药膏 或者某种的程序 是打压了下来的 好了 那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在静联的时候 他们会大声叫 跟着就是赖尿赖屎 就是濕禁这个情况 好了 如果有些静联 是因为受精 那我们的疗剂 就是那个鸦片 那种 如果是因为怒怒 那种 我们也有可能 会考虑其他的静联 但是 如果静联的时候 那只脚 就是伸出去 手指抹下去 卷起来 这个是同的 主要关键的症状 那另外一个关键的症状 就是那个嘴唇 是发蓝 你看到 静联加嘴唇发蓝 这种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想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铜的主要的症状 好了 那有时候 你会在 和你用在那些白日咳 很慢烈的 静联性的咳 它咳咳咳 咳到整个面都发蓝 还有指甲都开始变色 手就好像拳头 硬实 或者抽起来的 它咳咳咳咳咳咳 咳到面都变蓝为似 这些萨蚊仔 很多时候 就会咳到断了气 或者是进入呼吸的崩溃 好了 还有一个关键的症状 在這场 是不是因为冷水会帮助 会让它 환能更加好 OK 但有时fel inevitably吸入冷的空气 它们会更加太 stages 但是喝枪水会会帮助 所以吸氫水会更� Curtis 喝多时会舒服 好了 我们在同校疗化经验里面 在很多时候我们ी凭 Additionally 我们身体皮肤病症 身体的那些土舍、麻疹是很重要的 身体是一种排毒的渠道 如果你在那段时间打压了它 很多时候你会引发很多的毛病 比如经乱或者是精神错乱 甚至乎是眼盲的 失明这种情况都会有的 处理一些阴神的中毒出现那种凝联 在怀孕时间的凝联 或者因为尿毒素导致的凝联 因为那个尿道是浓编了 不能够尿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因为当时这种情况 那个神功能失去了 那些毒素排不出去了 那你会出现尿酸中毒 那会出现这样的抽筋和凝联 好了 那同这个尿剂 有的时候用在那些疹痛之下 突然之间是失明的 因为在那个疹痛分娩的过程 突然之间失明 或者是因为你打压了身体的那些疹 那些疹痛是导致失明的 那或者在那个失明面那时候 那些疹痛到是直接出现抽筋凝联 的 那但是关键的情况 就是你会看到它呢 它们的手脚呢 是先抽筋 才出现的 那在 那这些疹痛疗疗的经历里面 就是霍乱都很多时候用得到这个疗剂 那通常霍乱呢 就是那个大量的水液的吐射 手、腳、四肢是凍、變藍 身體會不斷地搓、抽筋 這種情況的霍亂 記住,療劑是銅療劑 銅是一個很好應用在年紀大的人 腿抽筋 尤其是晚上睡覺,腿抽筋 或是在預備性行為時突然抽筋 導致進行不到 這種小腿、腳底和腳的抽筋 同樣是一個好的療劑 如果遇到驚痛 驚痛加上手指抽筋 很嚴重的子宮收縮 或是在青春期的抽筋 沖冷水就會舒服一點 這種驚奇的抽筋 銅也很好的療劑 如果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些女生貧血 貧血的臉都很青 這種都可以考慮銅療劑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夜馬黑磨牙 或者腎紋仔是因為腦膜炎 因為腦膜炎 腎紋仔的頭向後咬 大子宮收緊了 手和腳趾都抽起來 面部變藍,也高燒 這種情況可能大聲叫 因為腦膜炎很痛 因為腦膜炎很痛 這個情況 尿劑也可以是痛 這個尿劑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腻癱瘓 腻癱瘓 那條腻癱瘓了 他們說不到話 但他們發現 如果喜歡喝凍水 凍飲品 喝凍飲品會舒服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這個尿劑也可以是 痛 這個尿劑 好了 痛這個尿劑 其實是很好用的 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 一般常見的病痛裡 痛都經常遇到 痛這個尿劑的症狀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 痛療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痛療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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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